即使我們不教冷視定律 現在課本我沒有注意 我不記得 有一段時間課本是不教冷視的 即使不教冷視 我還是在問問題 因為課本有做實驗 課本做實驗 拿線圈拿直棒 要你N級放進去 N級拿出來 S 放進去 S 拿出來 然後看它的減流器偏向 然後要你快快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看它飛得大跟小 所以 我不用教冷視 根據實驗 我現在問你問題了 好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嗎 N級等於S原理 對不對 N級等於S原理 所以 我可以用指針 第一種方式是 我告訴你指針偏哪裡 那你就會知道電流怎樣流 你就會知道哪邊N哪邊S 你就會知道是N靠近還是N遠離 就如直接問你就知道 你就會曉得 OK 那或者是我告訴你 我畫一個圖 我說我現在這樣子偏 再畫四個圖 問它會怎麼偏 就是你看看 N靠近等於S遠離嘛 看誰會對誰會錯 或者是再跟你講說 我現在呢 每秒兩公分靠近 指針偏遠這麼大 那請問你 我每秒四分鐘靠近 會偏多大 就指掌變化去成正比 所以 不同時期進出的方向會一樣還是不一樣 然後變化的關係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所以我即使不教冷視定律 我還是可以考 好 這個影片裡面請你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當它靠近的時候有電流 而且後面靠近比較快的時候電流比較大 第二件事情 靠近的時候電流指針偏向左邊 拿出來的時候指針會偏向右邊 所以進跟出的方向是相反的 進跟出的方向是相反的 OK 靠近 變大 拔出來 方向不一樣 池場變化率成正比 進跟出的方向會相反 就是你要就是 不教冷視 這也可以考 也可以問 不可以問 所以 不教冷視 不用教冷視 我已經告訴你了 減流器偏左邊 那你就會根據安培右手就知道哪邊是N級嘛 好不好 哪邊是N級 OK 好 哪一邊 三五 三五 不知道 減流器偏向左邊 表示電流是從左流到右 然後呢 安培右手一握 然後呢 安培右手一握 大拇指是N級 大拇指是N級 所以左邊是N級 左邊是N級 下一個 下一個 按下去的時候 按下去的時候 偏左邊 要拔起來的時候 不用教冷視就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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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是右邊 絕對是下牛後 前面或後面 十六 右邊 右邊 請錯 就是N靠近等於S遠離 那N靠近跟N遠離是相反的 所以按下去跟斷掉變化相反 所以磁場就會相反 那磁場相反的電流方向就要相反 所以呢 你按下去向左邊 那拔起來就會向右邊 這理論上也不需要學什麼冷視定律 你就該知道的事情 OK 這就是 我說 不用教冷視你就應該會 不用教冷視你就該知道的事情 OK